大家好,今天是蔡英文的520就职演说,大陆的网友都非常的期待,上午我看台湾的3D还是民事的现场直播,右侧的实时聊天当中,大陆的网友非常的多,都是简体字,都对太太子寄予了厚望,抱以了非常大的期待。 那么过后呢,看关于520讲话的视频下面的评论,简体字的比例也是非常的大的,也都对蔡英文寄予了厚望,可是大家都非常的失望啊,因为都以为在这次讲话当中,蔡英文会非常的强硬,甚至会宣布独立,结果没有,用一句网上非常著名的梗巴,就是我裤子都脱了,你就会给我看这个吗? 这一次蔡英文的520讲话,毫无新意,和四年前比起来啊,都差不多,都是老生常谈,甚至和之前的马英九比起来,也差不多,没有什么新意啊,总结起来吧,他的第一点呢,就是要和平对等民主对话,以前马英九也是这个调子啊,大陆要民主了,才能如何如何,对吧,而且呢,要对等,两岸之间呢,要和平,和之前马英九说的差不多啊,不过,这个蔡英文的520讲话,这一次蔡英文的520讲话,毫无新意,和四年前比起来啊,都差不多,都是老生常谈,甚至和之前的马英九比起来啊,都差不多,都是老生常谈,甚至和之前的马英九比起来,也差不多 这次蔡英文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啊,尤其是香港612反修例之后,把这个民进党就和捡到了枪一样啊,疯狂的利用香港世界啊,暗中的支持香港世界,进行各种反路反中的操作,包括蔡太子本人也说了,不要做棋子,要做棋手啊,要从离岛作战,改成本岛作战,要把台湾作为反路反中的大前方大基地啊,啊,要利用台湾岛,对吧,和大, 进行武力对抗等等,这都是蔡英文自己说过的啊,结果到现在,又要把情绪缓和下来,非常的可笑啊,这个一直啊,不想要和平的,也是蔡太子啊,包括民进党的很多人,那第二个呢,是绝不接受一国两制,矮化台湾,破坏现状的做法,这个不接受一国两制啊,对吧,包括微博上的啊,大陆网友的评论,包括在YouTube上,这一点和蔡太子是, 高度的成合的,我们也不接受一国两制,对吧,尤其是去年的香港以来的,这一系列的事情啊,虽然民进党老炒作一国两制是失败的,呃,内地的很多的网友啊,也认为也不怎么成功,对吧,你看这个一国两制,香港也这个样子了,所以一定要一国一制啊,那你不一国两制怎么办呢,那就一国一制啊, 蔡英文不接受一国两制有个前提,那就是统一嘛,你不统一和蔡一国两制啊,对吧,那统一之后又不接受一国两制,那就是一国一制咯, 否则的话蔡英文难道还能搞出过一国三制吗,那显然是不现实的啊,呃,所以非常的有意思啊, 但总之吧,这个不接受一国两制啊,两岸人民心灵气和,至于矮化台湾,那什么叫矮化台湾,他没有详细说啊, 我觉得主要的原因还是WHO啊,国际组织啊,不让进啊,等等啊,但对于这个啊,WHO,其实之前啊,给做出了说明了,原因也很简单,WHO是联合国的下属组织, 对吧,你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,你根本就不可能加入啊,因为这有个前提就是,当年联合国大会啊,通过的那个2758号决议, 那么根据2758号决议呢,就是一个中国啊,一中原则,那么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吧,只有一个中国,那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了,那中华民国呢,就代表不了中国, 首先他进入不了WHO,也进入不了WHO,他只能以观察员的身份,而且呢,是要收到WHO的主席的邀请啊,那观察员的身份有个前提,还是联合国2758号决议,也就是一中原则,那这个一中原则呢, 因为是两岸内部的问题,就是两岸协商,就协商出了,绝而共识啊,有了绝而共识呢,两岸有了一个在意义中原则框架下的这么一个基础, 呃,蔡英文上台不接受绝而共识的话,那这个基础就没有了,对吧,那么新的基础也没有谈,那两岸之间没有一中基础的话, 他本身也违反了联合国2758号决议,而WHO呢,是联合国的下属组织,所以你像美国,对吧,也老喊啊,支持,呃,台湾加入WHO等等,对吧,那也是喊话而已,啊,在, 昨天还是前天的WHO的会议上,美国也没有提这个东西,对吧,因为他也知道这个东西是不符合原则的,啊, 那,关于,破坏现状啊,他说对岸老改变现状,对吧,老破坏现状,恰恰反了, 台湾老破坏现状吧,你像我们说九二共识,是李登辉时代,大陆啊,海基会和海协会, 共同协商的,对吧,大陆是汪道涵,台湾是孤政府,也是孤宽敏的, 同父异母的哥哥啊,孤政府的母亲呢,是大方啊,正老婆,呃, 孤宽敏是属于小妾生的吧,这个这个说一下,呃, 台湾和香港啊,他废除大清律历,比大陆要晚一些,啊,大陆一九四九年建国,就废掉了啊, 呃,台湾和香港是七十年代,一九七几年我忘了,还废了大清律历,不许纳妾的啊, 呃,台湾和香港其实在一九七零年之前都是可以纳妾的, 所以这个孤宽敏啊,也算不上私生子的,只不过那时候可以一夫多妻啊, 啊,孤宽敏的母亲呢,是个日本人,啊,有点扯多了吧,我们再回到这个话题,啊, 总之,九二共识是当时两岸政府对政府,你也可以说政党对政党的这么一个谈判, 最终呢,形成了一个这么共识啊,而且其实孤政府来大陆谈九二共识的时候, 蔡英文也是随行的啊,呃,不管你是民进党也好,国民党也好, 这不过是政党轮替的问题,但是,对吧,当时签九二共识的时候啊, 是以政府的名义啊,你换了哪个党不管,对吧,这终究是当时代表了中华民国的, 所以阿扁上台之后啊,就把这个否定了,否定之后马英九又接受了,对吧, 马英九接受之后,蔡英文上台又否定掉了,那你说这个两岸的现状, 这不都是台湾在不停的破坏吗,对吧,阿扁时代啊, 之前的不认了,又搞另外一套,又一边一国, 马英九时代又认了,蔡英文又不认了,这不台湾在不停的破坏现状吗, 而事实上呢,大陆至今还是认九二共识的啊, 九二共识已经很多年了,已经二十多年了,那这二十多年呢, 其实大陆并没有变,在维持两岸现状上始终是没有变的啊, 那第二十多年恰恰台湾在不停的变, 这就是怎么说呢, 放屁丑别人就是你干的吧,对吧, 总说对岸在破坏两岸的现状, 但是两岸现状的,或者两岸交流的基础, 九二共识一直是台湾在破坏的, 这个睁眼睛说些话的能力啊, 还是非常的厉害的啊, 那么第三个呀, 就是未来啊, 要遵循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, 处理两岸事务, 第三点其实是最重要的啊, 对吧, 中华民国宪法啊, 他在这里啊, 也没有提什么中华民国台湾, 就明确遵循中华民国宪法, 那中华民国宪法是什么东西, 我们都知道, 一中宪法, 对吧, 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, 之前民进党的蔡宇要改, 删除国家统一之前, 那在民进党的立委党团总招, 柯建明的压力之下撤了案了, 那柯建明肯定也代表参与文, 对吧, 那这也就是说呀, 还是要统一的吧, 要遵循统一的原则, 毕竟中华民国宪法和, 连岸人民关系条例, 都是在统一的原则之下的, 这说明啊, 蔡蔡子还是要遵循统一的原则的, 或者说吧, 他是要维持现状, 这里说一下, 其实民进党也好, 国民党也好, 他的本质都是维持现状, 没有一个想要改变现状的, 一个是统又不能统, 一个读又不能读, 对吧, 你抛开统读的立场, 他背后的核心的思想, 都是维持现状, 哪个也不想变, 对国民党来说, 现状, 马英九时代的, 不统不读不误, 维持现状, 对他最好, 马英九多次公开, 包括他下台之后, 到哪个大学演讲, 我忘了, 也说的很清楚, 维持现状, 不统不读, 对吧, 在中美之间, 两头拿好处, 两头吃, 其实民进党也差不多, 只不过民党的政治底色, 是往台独方向走, 两人之间的关系, 很难处立的好, 但是他的政治底色, 也是如此的, 对吧, 你假如真的独立的话, 那民进党以后选举怎么选呢, 靠什么选啊, 没有议题了, 和香港的犯人也差不多, 就是要普选的, 普选之后怎么办, 他其实也不想普选, 这样才能, 一次又一次, 一届又一届的, 靠着这个, 自己不想做也不可能的这个议题吧, 不停的口嗨啊, 不停的, 让台湾人民不停的高潮, 不停的戳他们的纪点, 这个是非常的有意思的, 而且再回到刚才说的, 蔡英文讲话的第一点, 对吧, 对话嘛, 他还要谋求两岸的对话, 但是很难啊, 为什么, 因为国台办的马小光呢, 说了, 拒故承认一个中国原则, 九二共识, 单方面破坏两岸关系的发展基础, 和政治基础等等, 那么对蔡英文啊, 一通的痛批, 对吧, 其实像前面说的, 他这个讲话和四年前没什么差别, 和马亚九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差别, 差不多, 蔡英文还可以淡化, 他在讲话的时候, 谈两岸关系的时候声音都放小了, 甚至有点可以淡化, 但是国台办在痛批, 我们的军方也, 国防部也, 也讲了啊, 对吧, 包括外交部门等等, 都发了言了, 和马亚光差不多啊, 都是痛批的, 那为什么现在就痛批了呢, 那就说明了, 民进党也好啊, 或者国民党也好吧, 想继续维持现状, 操作假议题啊, 在他们的可能好使, 在大陆这边不好使了, 大陆已经不吃到这套了, 已经没有意义了, 像以前也说, 我们的对台政策呀, 不能取决于今天蔡英文讲什么了, 没有用了, 哪怕他今天放低了姿态, 对吧, 像对岸, 递出了橄榄枝, 你也不可能再相信他了呀, 不能因为他一个讲话, 就把他从去年香港反修利益之后的, 这一系列的行为, 包括这次疫情之后的一系列的行为, 就忘掉了, 那不可能呢, 是忘不掉的, 以前可能会忘掉吧, 所以以前我们的对台政策呀, 也是饱受人民的诟病, 现在对吧, 到了今天也不可能了, 在一个互联网时代呀, 人民的参与感越来越强了, 也得考虑越来越不满的大陆的民意, 考虑的因素很多, 在一个世界大环境的变化吧, 等等吧, 所以蔡英文未来的这四年, 能不能做到四年, 还另输, 对吧, 那哪怕未来的这一年两年吧, 并不好, 肯定不好干, 在世界经济大衰退的情况下, 台湾更是难以独善其身的, 尤其是它的对外依存度那么大, 那么大陆的出口也受到很大的影响, 但好歹依存度没那么大, 台湾的依存度那么大, 受到的影响肯定是更大的, 而且它并没有经济的腹地和经济的纵深, 在这一点上啊, 香港比台湾要好很多, 对吧, 虽然香港闹得最凶, 比台湾闹得要凶多了, 但是它是有战略腹地的呀, 那你很多港人, 你要来内地, 你不管是就业啊, 还是投赋或者什么的, 都是可以的啊, 当然台湾也是可以的, 哎呀, 但是在两岸去生闷的情况下呀, 不好讲啊, 明天两会, 我觉得两会会讨论台湾的议题的, 当然今年的两会, 台湾肯定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, 但肯定会适当的讲一些, 也可能是老生常谈吧, 那我们还是, 等两会开完再说吧, 看看两会是怎么讲的啊, 但是对两会来说,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六吻嘛, 在这种形式下呀, 对吧, 国内的就业呀, 民生啊, 增长啊, 这还是最重要的啊, 是最最重要的, 但是也考虑台湾自己跳的程度吧, 那好了, 今天这个视频就录完了吧, 那么, 最后吧, 印证一下今天这个标题, 大陆人民怎么看, 对吧, 无论是YouTube, 或者微博, 我们都能看到, 大陆人民很失望, 就是对蔡太子很失望啊, 就是, 他为什么没有宣布独立呢, 为什么不马上触发武统呢, 那从这一点来看, 大陆人民对台湾的最大的想法, 就是赶紧武统吧, 这些恶心的政客呀, 恶心的媒体呀, 还有很多恶心的网友啊, 当然这些网友可以说是1450啊等等, 实在是让我们受不了了, 对吧, 实在要赶紧武统, 赶紧收拾收拾他们, 那好,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,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, 请订阅一下,